疫情警戒下 校园防疫除了是用餐有隔板 这上音乐课的学生练习又该如何解决 需要用嘴巴练习的笛子 一旦是戴起了口罩就变得不好吹奏 而历人国中就发挥创意 利用爱心散加上塑胶布 来自制个人防护罩 学生就待在这防护罩内练习 不但是保持了安全社交距离 更不用担心飞沫的喷散风险 相当的方便 学生在防护罩内吹奏乐器 不但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也避免飞沫喷散的风险 历人国中发挥创意 让学生在疫情警戒下也能放心练习 现在有了防护罩 在防护罩里面有点热 不过这样有做到防疫的措施 我觉得都蛮方便的 而且很开心在疫情期间还可以练乐器 然后我觉得很幸运很方便 我们在疫情前就是 练习自久比较方便 不会被闷阻 然后疫情后因为有那个 飞沫感染的问题 所以老是做这个防护罩 然后就在里面表门热 但还是可以练 将爱心伞倒挂在横杆 再粘上塑胶布 制作一个防护罩 约20分钟成本不到50元 学生吹奏乐器 兼顾防疫让进度不落后 因为我们防疫期间呢 因为要参照政府的规定 所以我们室内也是尽量减少人数的聚集 那所有的组别也是拆开在各自的区域保持1.5的距离做练习 那管乐组是比较危险一点点 因为我们有飞沫传染的危机 所以我们制作了这个雨伞的保护罩 来让学生做练习 校方表示像是二胡 阳琴 鼓等乐器 都是利用手指弹拨或打击 学生只要拉开距离即可 使用防护罩可以让乐团学生共同练习 小巧思却有大功效 记者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道